羊駝体内发现什么 禽流感病毒 说跟H5N1病毒密切有相关 然后根据英国媒体说 美国政府已经要达成个协议 为莫德纳mRNA流行性 禽流感疫苗后期试验提供资金了 怎么了 现在发现禽流感疫情不妙了吗 委员 禽流感原先是从飞禽 传到了飞禽 很少传到人类 现在不断的变异结果 也传到一般的普鲁类动物身上 要处理这个问题 真的还是得靠新科技来解决 因为以前过去 禽流感的疫苗似乎效果不脏 在隔绝从飞禽到鸟类 一直到人体叫做感染 所以经常有很多人就说 人类不要想要去喂鸽子 或者太接近 传到羊统是哺乳类动物 对 这个就是很大很大的警讯 而且人类对这种变异中速度这么快的 禽流感 到底有多少的免疫跟抵抗能力 不知道 不确定 所以现在唯一的就是要开发新疫苗 开发新疫苗 当然会找上像莫德纳这种比较先进的 这疫苗的技术 因为传统的疫苗技术不是不可以不要限疫苗 或者其他的活疫苗等等 都试过了 所以只好找新的方法 新的方法之前如果没有突破的话 随时要防备就可能会造成灾难 尤其是咱们中国人爱吃猪肉 爱吃东西 现在大陆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 她就在6月1号国际儿童节的前夕 在X平台发布了视频 是一个加萨小女孩光着脚 她流浪在废墟中 加遭到乙军轰炸 而华春莹的这一po文 就告诉大家 这名女孩跟无数的加萨女孩 应该得到的是礼物 而不是轰炸 蔡委员现在要用这样的一个 感性的诉求 希望能够打动更多的人 好好的关注让这里改变吧 华春莹副部长的确是 在谈论这些问题上 很有感动人心的能量 6月1号儿童节 其实全世界各地都有儿童节 只是每个国家定的不太一样 6月1号叫国际儿童节 联合国有个叫世界儿童节 我们自己定了一个 4月4号儿童节 全世界只有我们是4月4号 是 这个6月1号是很适合拿来谈 目前巴勒斯坦儿童的状况 因为它原因是在1942年 捷克有一个在立敌 立敌切村 这个村被总共340个村民 全部被纳粹屠杀 然后连88名儿童都被杀了 所以因此后来这个二次大战参与国就把6月1号定为儿童节 但因为率先定的是苏联 美国心里不太舒服就故意不定6月1号 大概有这么一个背景 但是6月1号这个高度象征性的反纳粹 纳粹屠杀 他屠杀犹太人一番理由 可是屠杀这个捷克的理由 有点莫名其妙 他说有一个刺客 好像跑过他们村子里面 这个村子涉嫌掩护 就把整个村子都杀光了 杀了也就算了 把所有儿童都杀掉 这是全世界极度没有人性的一个屠杀的事件 所以才会定为6月1号儿童节的原因 那刚好华春宁副部长 就把这个巴勒斯坦儿童现在的处境 你说跟当时捷克那个利敌策村的 这个屠杀案的那个儿童的处境 50步跟你百步啊 就这样的差距而已啊 所以用这样的一个情境 用这样的一个视频 让大家感受到巴勒斯坦的处境 那现在大陆上 基于这种人道主义的情怀 也不是说要故意给你以色列难堪 因为这个所谓的国界怎么化 首都怎么排 不是中国人讲的 联合国决议招 N年前就通过啦 1967 对啊 到现在从来没有改过啊 不然你联合国 叫美国有本事你去修改啊 这个联合国的决议只要通过 是永远有效 是永远有效 那没有新的决议更改之前 中国这样主张有时不对 所以为什么习近平主席 这一次在中阿的这些 合作论坛的会议里面 是这样讲 中国大陆所有的外交官员 对外起义的口径也这么这样讲 这不是中国的主张 这是联合国的主张 当时提案的人是谁 是英国还不是 还不是这个跟中国没有关系啊 对啊 所以坚持这个东西 也可以怎么引起全世界的共鸣 特别是华盛林部长用这种视频 说服打动人家 但是有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 也不晓得算不算当局啊 很冷的呀 就是接待以色列的国会议员 然后在那边高喊说 我们要为自由而战 你在讲什么 那个地点在那里 凯达哥兰大带那间房子里面讲的 一个姓蔡的领导人 配合以色列的议员这样演出了 我们何以至此啊 这个叫为自由而战吗 那那些以色列 巴勒斯坦的儿童是做什么 犯了什么天条 让你们用这种方式为自由而战 以色列议员讲也就算了 那一位姓蔡的领导人 刚刚谢瑞的 他也这样讲 可恶 好来 那但现在偏偏呢 这个杨老师 以色列的国家安全顾问 照样说 以哈战争可能至少再打7个月 而且估计持续到年底 看起来真是铁了心了 但是呢 造成这么样的严重死伤 无辜的百姓 结果呢 土耳其总统爱尔段 甚至呢就说 以色列总理是吸血鬼 欧洲国家政府领导人 你们的沉默 已经成为以色列的同盟 美国更是双手燃血 联合国更无法组织 种族灭绝 联合国精神已经是死在加萨了 但是我不想再谈他们 我想要说的是 现在俄乌战争 该怎么解决呢 那这场战争 你说到底还要打多久 是7个月吗 是持续到年底吗 我们来看看俄乌战争 现在 杨老师你看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讲话了 他说 有鉴于乌克兰战场局势 不断的变化 美国正考虑准许乌克兰 用美国提供的武器 自己袭击俄罗斯领土的想法 等一下之前不是说 再怎么样也不能用美国的武器吗 现在美国是改变了吗 为什么会这样呢 德国这边就说 其实乌克兰之前 就曾经有偷偷的 在德国不知道的情况之下 用了德国援助的爱国者导弹系统 然后呢 这个现在是不是因为战事 已经越来越不利于乌克兰了 所以他们只好不得不 做出这样的决定 不是很简单的啊 这个密码就是 拖到美国大选后 不管是加萨战争 还是俄乌战争 意思就是说 在这个之前你不可以结束 你不可以重大的转变 哈尔克夫不能丢 然后呢 在加萨地区 你不能有大规模的 这个轰炸或者是死亡 这我就讲个 我觉得大家一定都不能接受的事 就昨天美国国安会的 那个发言人科比嘛 大家知道 那个人看起来冷酷的一个人 他昨天讲了一个极其冷酷的话 记者问他说 前天 以色列不是轰炸加萨事 造成45个人的死亡 中间有儿童的 那个画面都出来 美国政府对这个事情的看法呢 就他的回答就是说 以色列告诉我们说 那是一个意外 所以我们现在还没有 这个从一个违反 我们的要求的角度来看他们 那记者就问他们说 那要多少个 尸体躺在地上 你们才觉得 这算是违反你们的标准呢 那个科比怎么说 科比说 我们任何一个人都不能接受 而且你这个问题 我觉得冒犯到我 Oh my God I take a little offense to the question 我觉得科比这个话 冒犯到了全世界的人类 冒犯到了所有加萨 巴勒斯坦的这些 已经死去 还在那边 以及在那边挣扎的人们 科比耶 美国国安会的发言人 讲这个话 各位去找一下 都看得出来 哇 翻了 第二个 我是觉得那个 这个火 就是武器的问题 美国其实还是很保留的 美国担心这个战争会扩大 他不能丢哈尔克夫 他也不希望被这个 乌克兰导引到战争扩大 可是那个马克宏跟 萧尔茨见面的时候 说可以 但是他也是有前提的 而且有限制的 他说你要先告知我 你如果要用我的武器 打到俄罗斯境内的话 是打到什么样的目标 什么样的方式 怎么去做 用什么武器 他很明确的这个限制的 但是他们的重点是 萧茨跟马克宏 现在达成一个协议 By the way 那个马克宏是做了 24年来第一次的 对德国的国事访问 那所以他们决定要做 所谓的战略自主的 远程这个飞弹 我觉得其实就要脱离 美国的这种主控主导了 那这个可能是美国盟邦 要脱离美国的一个征兆吧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剧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 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 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剧 我才认识了 这个克菲尔益生剧 它是由多支菌种 益生剧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 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剧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新 全校克菲尔益生剧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 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